小顺子 快关门 小顺子 出乱子了 那些人就快到这里了 您说的那些人是谁啊 他们是义和团的人 非常通恨洋人 只要一遇到洋人 绝不会手下留情的 让我偷偷看一下 他们长什么样子 哇 好可怕 他们全部都带着刀 面露凶光 杀气腾腾的 好可怕啊 掌柜的 快来看 有一个年轻女子 被绑在驴车上 她是什么人呢 姓杨教的人 成二毛子 她会被砍头吗 当然了 可是她怎么一点都不怕 她的脸上放着光芒 口里还唱着歌呢 听说杨教给人吃一种迷药 没想到死到临头 她还笑得出来 真稀奇啊 嗯 吃迷药 看起来不太像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欢迎你来听福音 请问你们有什么鲜丹 让人吃了不怕死啊 我们没有什么鲜丹给人吃 只传耶稣是真神 耶稣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所以基督徒不怕死 难怪 去年我看见一位年轻女子 被拳匪抓去砍头 一点都不害怕 她脸上放着光芒 嘴里还唱着歌呢 因她要回天堂 去见主耶稣了 享受永恒的福气 那真是 好得无比 你如果愿意相信主耶稣 也能得着同样的福气 哦 耶稣是那么好的真神 我也要相信他 根据维基百科网记载 义和团开始以福清秘阳为口号 大举进京晋王 到处杀害外国人及教徒 烧教堂 拆电线 回铁路 并攻进天津租界 各国公使 要求清廷取缔义和团 但未获响应 最终引发八国联军远征 据统计 共有二百四十一名外国人 两万多名中国信徒 在一九零零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 虽然义和团杀了许多中国信徒 和外国传教士 却让更多的中国人 遇见了真神 这位小顺子 相信了主耶稣 多年后 在大连开了一间旅馆 热心地传扬 主耶稣将士救人的好消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